你不要偷家人说 我没有害人 阿如你该找去找谁去 我没有找谁 我没有 阿如 我没有 装任我三国来 别怕 贵妃是想去看望贤妃吗 听说她醒来了 就见到寝殿 到处都是鬼火 受了惊吓 如今请了萨满法师 正在跳大神呢 真有鬼火吗 听说这易坤公 人人都看见了呢 昨儿是阿若的武器 不会 不会是她来寻仇吧 胡说什么呀 上次阿若的官尊 有异象就够邪门的了 现在闹什么鬼火 可人人都看见了 总不会有假吧 对了 淳妃姐姐 听说皇上把依拉礼氏 许配给了大阿哥 这可真是亲上加亲的喜事啊 同喜 想来以后四阿哥长大了 也会有门好亲事的 四阿哥才多大呀 这杯喜酒还早着呢 姐姐这就跟我讨来喝了 好 贵妃娘娘 贵妃娘 恭喜四阿哥 本宫有些乏了 先回宫了 June 这 主 当心 主 你没事吧 你说阿若 是不是真的变成了厉鬼 义昆宫的人是这么说的 主 其他医送来了艾叶酒 让你每日服用可以暖身 还有一些上好的爱叶 可以禁狱 也可以做一些安神的枕头 这些都是屈寒暖身的 快给主倒杯爱叶酒 让主尝尝 奴婢让兴玄备下水 让你好好禁狱 奴婢也给您做个爱叶枕 让您睡得安稳些 主儿 奴婢这几日 都没出奴婢宫吗 说是吓坏了 不敢出门 最近一直用艾草禁狱 又喝着爱叶酒 本宫觉得身子并没那么寒了 奴婢给您做好爱叶枕了 您喝了爱叶酒 正好安眠 主儿 今夜神呀怎么叫得这么齐劲 今儿是阿若的七七了 听说奴婢宫门户紧闭 你没人敢走多了 上回行非社惊吓是武器 今天是阿若的七七 阿若是奴婢的九八十七 阿若是奴婢的九十七 你都听说不着 把这一大叶子闭在哪里 我身体冒在哪里 身体冒在水 竹儿 咱们都没有看见阿弱呀 他是来找本宫的 你们自然看不见阿弱 双喜去找萨满了 据说昨晚易公公没事 可见萨满管用 你说他为什么不去找贤匪 为什么不去找皇后 偏来找本宫 皇后娘娘是六宫之首 她那儿阳气大 所以鬼怪都不敢去找她 做鬼也欺软怕硬吗 当初也是皇后没救她 她为什么不去找皇后 偏来找本宫 竹儿 您别说了 没事的 我知道了 当初 阿弱就是怪本宫 让她顶了朱砂的罪 她肯定恨死本宫了 墨歇 你这找萨满 要来扶持 咱们镇着她 镇着她 是 奴婢这就去啊 墨歇 别走 别走 昕玄 你去 是 您别怕 朱儿 听说贤妇宫闹鬼 义宫宫有萨满阵阵 反而没事了 贤夫宫也闹上了 吓着谁了 还能有谁 当然是贵妃娘娘 听说 贵妃娘娘只喊着 阿弱追着她 可这满宫里 没一个瞧见阿弱鬼魂的 宫里都在传 这阿弱追着贵妃做什么 莫不成 是贵妃害了她 行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你可都听见了 听见了 贵妃被吓着了 可别喊出什么事来 贵妃真要是喊出什么事来 也是皇后嫌怕 从贵妃的脉象来看 那只是受惊破重 神思混乱 并没有什么 其他的症状 难道真的是中邪了 也不行 左右我先开计房子吧 安神的 你给贵妃娘娘先扶下 还要你们要记住 贵妃娘娘是赤足照亮 爱业酒还得继续喝 爱业也得继续用 奴婢记下了 好 主 多吃点 您人都瘦了 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吃点牛肉吧 来 别来找我 主 多吃点牛肉 主 您吃点牛肉吧 主 您吃点饭吧 我求求你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 吃吧 好热 竹儿没有二若呀 快吃 竹儿 竹儿 二若 竹儿 二若 小雪 来来来 来 来 来